主席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保调的议题还蛮受争议的 然后马总统听说9号的时候 要去彭家宇宣示保调 彭家宇跟保调钓鱼台有什么关系 那马总统应该要以总统的高度 平常对于区域的稳定 国家的安全国家的主权 都有正面积极的表述 不是等到新闻炒热热 去站在一个不相干的岛上观望一番 自我阿Q这并不好 那主席你怎么看 上周那个国安会秘书长 那个吴卫珍还有到登太平岛 然后今天那个国防委员会的立委 也要登太平岛 等于南海的宣示主权 那民党对太平岛的那个有什么看法 我们要做一个守住自己国家主权 并且要让人家觉得 我们在国际社会里边 是寻求文明的解决方式 是和平对谈 这都是要一起考量 而且要整体动作 不是只有跟着新闻走 看着这样子用各种 如果对于整体问题不能解决 或者会让人家错误印象 或者无意义争端的解决等等 都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最重要还是国家领导人 马政府要给人家有一种一体坚定印象 这样才是最好的 是大家的 那是我们还没说到 我们还没说到 每天的假访 到底是什么 是市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